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大的新阳学姐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生物的学习方法 生物学科呢,虽然在中学课程中不是主要的学科 但是生物学是21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学科 它作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带头学科将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在新世纪面临的人口、粮食、资源、环境和健康问题将更加突出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将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生物的进步 而且生物学科在高考理科综合试卷中占有几度轻重的位置 因此呢,我们没有理由不学好生物 下面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学习生物的一些小建议吧 生物学的知识也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 但是呢,高中阶段的生物学还有着与其他理科不一样的特点 对于大家学习了许多年的数理化来说 这些学科的一些基本的思维要素同学们已经一清二楚了 比如数学中的未知数X、化学中的原子、电子以及物理中的力、光等等 而对于生物学科来说 同学们要思考的对象即是陌生的细胞、组织、各种的有机物和无机物 以及它们之间的奇特逻辑关系 因此呢,同学们只有记住了这些名词 数语之后才有可能掌握生物学的规律 即所谓的先记忆后理解 第二点呢,用清知识的内在联系 瞻前顾后、左顾右盘 在记住了基本的名词、数语和概念之后 同学们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学习生物学的规律上 这是大家要着重理解生物体的各种结构、群体之间的联系 也就是注意知识体系中纵向和横向的两个方面的线索 比如说,关于DNA 我们分别在序论组成生物体的化合物和生物体的遗传和变异 这三个地方学的 但教材中的三个地方论述各有侧重 同学们呢,要前后的联系起来思考 即所谓的瞻前顾后 大家读书时要实时思考六个W 这六个W分别是 who、谁或什么结构 what、发生了什么变化 how、怎样发生的 什么时间或什么顺序 where、在什么场所或结构中发生的 why、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大家在思考中经常将这六个W连起来思考 肯定会有不小的收获 除了上述的三年以外呢 同学们还要坚持在学习中不断探索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用心情的汗水和科学的方法 一定可以换回优异的生物学习成绩